买个离手买个离手 打打 maken 打1 2 3… 打上我 吓怀三 怎么踉书 各位押力押力押 打开打打 打打得比赦 你的手 一二万一 一二四 二万一一 再一个 四万一 佑菲 这赌张赛签住了 您看看单子吧 我欠了你们一万多块 怎么可能呢 您检查一下 这一笔借据 都是您亲笔签名的 我们可没有怪识啊 佑菲 您看什么时候 我们方便上门几钱 要不这样吧 我们再宽限几天 七天之后 我会派兄弟们到您府上去 周经理 按照约定 公司七成 你三成 来 收拾吧 好嘞 谢谢你了 还有什么需要 你说吧 我随时候命 好好 妈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你上哪儿去了 我 我去了庙里 替余佳 消灾解恶 难得你有这份心 我先去睡了 我先去睡了 糟糕 欠了那么大杯赌债 他们七天后就要买拿钱 我该怎么办呢 王彩玲啊王彩玲 你真是鬼眠的心窍 一夜之间 把自己老本圈竖过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你为什么不跟徐彬一起走啊 跟他一起走 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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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面就在南京路上最繁华的路段 已经完全上修好了 就等着总裁您来主持开幕一试了 嗯 只是开幕酒会的地点还没有定下来 我手里有几个场所 现在就等着总裁您来做最后裁定了 欢迎认真 小张 这个客人三点钟来取 别忘了啊 好 我先走了 嗯 雪儿啊 你在这儿乖乖的 等妈妈病好了 就会来接你 嗯 拿着这个 你东西掉了 谢谢啊 没事 哎 这位大婶 请留步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没问题啊 我是这儿的老街坊了 只要是住这儿一带的 没有我不认识的 那太好了 你知道瑜伽 就是这儿的瑜伽 我知道啊 你要打听瑜伽的哪个人呢 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我只知道她小名叫雪儿 瑜伽有好几房呢 你要找的是哪一房啊 三房 哦 哦 是艾雪小姐呀 前些日子啊 她嫁人喽 嫁人喽 嫁给什么人喽 南方来头可大了 少师弟才你听说过吧 艾雪小姐 就是嫁给少家的毒生子 钞票可多的啦 下班辈子不用筹啦 哦 谢谢啊 不客气 白菜没有了 我到洞堂口买点新鲜的 行 快去快回啊 知道了 小姐 嗯 那方来头可大了 少师弟才你听说过吧 艾雪小姐 就是嫁给少家的毒生子 钞票可多的啦 下班辈子不用筹啦 老板给我切点卤味我带走 哎 来了 郡超 陈怡 怎么是你啊 是我 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 我说嘛 怎么也叫十家面馆 原来是你开的呀 你要卤味是吧 我切给你 郡超啊 我在报上看到 你不是进去了吗 怎么又出来了 我被提前假释出狱了 一定是你爹在天之灵保佑你 陈怡知道你是无辜的 陈怡 别说我的事情了 你们怎么样 彤雾起火后 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 你们到哪儿去了 那段时间记者盯得紧 我也是不得已再躲起来 走的时候太匆忙 也没给你打声招呼 不好意思啊 哪儿的话 只要看到你们平平安安就好 郡超啊 你堂堂一个大学毕业生 怎么不去好好找份工作 看起面馆来了 我现在开面馆 这是权益之计 等时局稳定下来之后 再做打算 反正我的前途 肯定不会仅限于此 这样也好 对了 你不是有个女朋友吗 怎么样 还在一起吗 不巧 刚刚走出去 要不你坐下等她一会儿 不用了 我住得近 会随时再来的 好 陈怡 你要的芦味 多少钱啊 咱们久别重逢 不收你钱 这怎么行 你做的都是小本生意 来拿着 真不收 快拿着吧 陈怡 陈怡 起账 来了 怎么办 七天期限已经到了 我什么都没有 那什么缓呢 去找崇伟 她现在又回到大发当精灵了 或许能帮我解决难题 不行 我没脸去见她 她现在不知道有多恨我这个母亲 给她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是不是 要不 回瑜伽去救救 虽然瑜伽没落了 但烂船还有三斤铁 也许能挤得出来啊 哎呀 王采怜 你别做梦了 老太太怎么可以原谅你 还借钱给你呢 哎呀 怎么办呢 喂 喂 张太太 我是彩琳啊 我是 哎 喂 一听到我名字就挂电话 好 你们这些视力演的家伙 你们给我记住 别等我有一天翻身了 我看你们到时候用什么眼光看我 妈 你妈谁呢 怎么气呼呼的 我 妈 到底怎么回事啊 嗯 没事 谁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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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门 哎呀 别开 啊 你们是谁啊 怎么可以随便闯进来啊 不许进来 我们是谁 她心里应该很清楚 妈 鱼儿太太 怎么着 你以为躲在家里 就可以不用还钱了 对不起啊 这七天之内 我实在筹不出这么多钱来 麻烦你跟上面说一声 可不可以多宽限几天 我一抽到钱 我一定亲自奉上 拜托各位了 各位爷们儿 啊 要说你自己说起来 我们是奉命来拿钱 那就得拿到钱 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 讲不出口吗 我听你讲 你母亲在赌场欠下了一万多块大洋 约好了今天还债 我们是来收债的 什么 你欠了一万多块钱 你什么时候去赌场的啊 我们现在连生活都有困难 你怎么还干这种事情 你怎么可以这么糊涂啊 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奶根筋不对了 就稀里糊涂的犯了错 我也好后悔嘛 后悔 你以为后悔有用吗 我们上哪儿去挣这么多钱啊 又是他们逼得急了 就拿我的命去赔 你们母亲俩就不用在这儿唱苦肉计了吧 我 这种戏嘛 我们哥几个见得多了 你想拿命来赔 我们还不答应呢 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 还值不值这个价钱 我告诉你们 不要欺人太甚啊 小心坏事做太多了 会有报应的 呦 这小姑娘长得倒挺标致的啊 要不这样 就让她来抵你的现款 我们老大一定会很高兴的 把她带走 走 不要不要 走 走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了 走 放开 你不要求求你们了 你放开 小鸭子 长得挺娇嫩的 长起话来凶巴巴的 不要碰我 我警告你 别以为我们现在没人 我们毕竟是大户人家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 我让你吃不了动的走 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不拿你底债也可以 不过我问你 这笔债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还 三天 三天以后 我把这笔钱还给你 好 三天就三天 如果超过三天 你就得乖乖的听我们的 走 走 艾梅 艾梅 你答应他们三天还钱 你瞅得出来吗 你以为我愿意 要不是为了你 我会这么说吗 哭哭哭 你就只知道哭 你以为哭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你上哪儿去艾梅 艾梅 艾梅 真是我老偏逢连夜雨 雪上加霜 妈 你也太糊涂了 怎么会捅出这种娄子 想当初瑜伽盒等昏光 钱算什么 想不到我们也有今天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走通无目了 姑娘 你 一万多块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就是啊 我也不知道我妈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赌场那帮人可不是好惹的 你扯不到钱 三天之后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看来只能拿我这条命去跟他们换了 别难过 一定可以想出办法的 萧姐 你不知道 现在我家已经家到中落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眼下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但就是怕你 什么办法 快说啊 我可以先帮你把这笔钱垫上 不过 我是有条件的 条件 不可能 我是绝对不会去做妇女的 可是 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应付那帮人 这 我 这样好了 你好好考虑考虑 等你想清楚了 就来找我 我 你怎么办 我 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中文字幕——YK